选课选得好,景监大学跑不了 那国际课程该如何选课呢? 不论我们的同学们在爱沙哪一个校区 一般选课呢,我们都会建议两个大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就是选择自己擅长且喜欢的课程 那这个呢,就会建议同学们去回顾一下自己之前的一些学习经历 自己在哪一些课程上是学得比较好的 同时是比较轻松的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在后面的课程中继续深入 那如果说在一些没有接触到的课程中 我们可以看看了解一下课程的学习内容 是否自己有兴趣让自己再继续的去探索 那第二个大的原则呢,就会建议同学们一定要考虑 跟自己未来的申请的专业方向相关 那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有些同学他对生物医学感兴趣 那这样的话就会建议同学们在选择科目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生物化学这两个科目 那有一些同学他对这方面感兴趣,但是他不是临床医学 他可能是对运动健康或者物理康复这感兴趣的话 那这样的话同学们就要选择像物理这门科目是非常重要的 以及生物这两门科目 所以的话呢,一定建议同学们多去大学的官网上看一看 大学对未来的你申请专业对你高中的这样一个课程的要求 比如说对我们IB的课程,他有对high level的要求 那对A level的课程呢,他会有对你A level课程的这样的课目的要求 以及分数的要求 同时的话,我们生学指导老师也会在生学课上 也会逐渐的跟同学们去普及这些概念和知识 当然在我们爱莎的很多校区呢 每年也都会有选课指导大会 那同学们也可以提前的去了解一下 美门科目他的一些课程的安排 以及他的一些深度和他的内容 同时我们生学指导老师也会在选课大会上 给到家长和同学们更多的信息 就关于你未来的专业和你在高中课程这样的一个搭配 明镜需要的论 critique